大家好,习包子这么硬上来以后肯定是高压政策 我们刚刚分享过一些习包子的军队在成都杀人,开枪杀人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以后这种事情会非常的多 所以以后中国的老百姓就是过去想道路一幕 所谓道路一幕是什么意思 咱一定要辩析一下 道路一幕是指人在公开的场合 道路在路上是公共领域 在公开场合谁都不敢说话 最多用眼睛瞪一下就可以了 对吧 但是在私底下各种八卦各种段子会满天飞 那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我们这期内也是给大家讲讲北京最近两会期间 发生的很多有趣的段子 都是在市井里弄 都是在胡同里面,在侧头里面流淌的 凶陨流淌流淌的一些个段子 有些个段子是土工的公开的讲话 但任何一个公开讲话 背后一定都是有你不知道的一些给预备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公开的讲话 你看完了以后你就觉得就是 你如果是觉得自己是一人物的 你会两天长叹 你说你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 你是一个体制内的改开的力量 或者你是一个律师 你是一个整天思考中国向何处去 然后饭不吃 茶不思 饭不吃 饭不吃的这么一个优渥优民的这么一个人 你会仰天长叹 如果你是一个老百姓 现在你会觉得私情相识燕归来 是不是真的 毛泽东时代文革时代又回来了 是个什么事呢 是这个臭不咬脸的夺比英雄 李鸿忠天津市委书记先生 好像是全国人大的委员长 副委员长吧 其实也没当多大个官 但是他依然还是政治基督委员 他应该算是全国人大的分管协助全国人大委员长分管工作的常务副委员长 这个关系很大的 人大政协里面有四个人的权力是还有那么大的 第一个就是委员长和政协主席 第二个就是人大的常务副委员长和政协的常务副主席 你去看他的名字 比如说这个全国人大的主席是谁是谁是赵乐际是吧 全国人大的委员长赵乐际 赵乐际后面那个名字 就是很有权的 李鸿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 就是这么一个人 李鸿忠在习近平当选了第三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以后呢 就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啊 我们给大家念一念啊 非常的惊讶 真的似曾相识雁归来 土工中国搞了这么多年又回去了啊 个人崇拜啊 珊瑚万岁的时代又开始了 热烈祝贺习主席全票当选 这是全党的新生人民的选择 最充分体现了党的意志 国家意志和全世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 全世界啊 你看到啊 说话比毛泽东时代更狠 毛泽东那个时候不叫全世界啊 因为美帝国主义不听他的是不是 那时候苏联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也不听他的 他只是团结了什么亚非拉的穷朋友 对吧 现在是全世界 民族复兴的领路人 亿万人民的主心国 中国人民有习主席领航掌舵 真是幸福无必啊 世界人民有习主席领航领路 真是欢欣鼓舞啊 习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是梅流胡子的马克思 习主席新时代特色思想是 是照耀世界人民前进的光芒万丈的灯塔啊 是放置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啊 天上北斗星啊 地上探照灯啊 白天红太阳啊 晚上明月亮啊 习主席对人类的贡献已经超越马克思啊 我们生活在新中国 活在新时代真是骄傲庆幸自豪啊 偷着乐吧 此生无悔如华夏 是吧 由衷希望习主席永远带领我们 乘风破浪 扬帆远航勇往之前啊 实际上中华民族在习主席领导下 已经实现了伟大的复兴了 下一步就是继续复兴圆梦啊 这是李鸿忠在3月10号 在人大会上的总结性的发言 因为他管很大的 你看他这句话 你就恍若隔世 真是思诚相识艳归了 文革真的回来了 这里面有些话 天上红太阳啊 白天红太阳 晚上明月亮 是不是 这个意思是白天是习主席 去招摇我们干革命 晚上是习主席招摇我们脑寒推车啊 你说是不是特别的有趣啊 天上围抖心啊 地上探着灯啊 那比毛泽东时代更狠 所以你会发现 中国人一点都没有吸取文革的教训 一点都没有从个人崇拜的这样一个 地狱般的诅咒里面走出来 而且越闹越凶 越闹越狠 有些话你说出来你都感觉到是 这是人间吗 有这种感觉 毕竟也是三四十年 中国人好像是开了一点眼界 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是一个民主自由的时代好吧 怎么就说话说的这么恶心呢 还说永远希望 希望永远 希望习主席永远带领我们成风破了 什么叫永远呢 带领我们成风破了 那就习主席万岁呗 习主席不死呗 所以我告诉你啊 我看到这些话啊 我有两点感受 第一点呢 是我的个人的一些个思考 这是我节目的特点啊 第二点呢 是我听到一些个八卦 也挺有意思的啊 我一般我都相信 这是一个北京胡同里流窜的那些个八卦的 我非常信 因为只有八卦才是真相 共产党面上的所有的话标点不好我都不信的啊 这是这些年我从圣尼走向圣尼的秘诀啊 我只有把共产党的每一句话我都扔到下水道里面冲走 然后相信市面上流行的那几个八卦 我的智慧又天天蹭蹭蹭蹭往上涨 我的日子越过越好 这绝对是真的啊 首先讲讲我的思考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啊 天天说真是毛泽东以前说过一句话的啊 就阶级的我真年年讲 月月讲天天讲啊 每天都讲啊 我也是这样子 就有些常识你一定要讲 我们一定要记住 这是一个由人组成的世界啊 每个人都是人 这是个非常非常的弱智的 但是也是非常的有常识性的一句话 你一定要知道每个人都是人 习近平是人你也是人 我也是人李鸿忠也是人 是人只要大家都承认我们都是人 那人与人之间的一定是平视的目光 一定是平等的 人人平等就这个意思 只要你是人 除非你宣布你告诉我 习近平你不是人 你是神 是吧 你是菩萨 哎 他们说这个中国有这么一个地方啊 就叫习菩萨 当代活菩萨习近平 真的 这是中国人说的话啊 还有就是成都这个 收拾我们的教会的时候 有些基督徒就跟警察说话 他说我们中国人要悔改啊 要认识上帝 然后警察一话一句话就丢 就丢过去了 什么上帝不上帝啊 习近平就是上帝 你看到没有 习近平是菩萨 习近平是上帝 这句话就流行于中国人的嘴巴里面 构成中国人最大的灾难没有之一啊 从古到军最大的灾难就在这个地方 他的灾难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把一个人抬高 当你把一个人抬高的时候 你一定把另外一批人抬低 所以中国社会就这么一个社会 然后马桶把它冲走 你的生活会非常的悲惨 因为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平行的秩序 被彻底的破坏 文革为什么会非常的恐怖呢 毛泽东时代为什么会非常的恐怖呢 没有别的原因 你不要有什么特别的功效 特别的原因 就是人与人平等的秩序被破坏 毛泽东成为万岁 那毛泽东万岁 不可能人人都万岁呗 那你就十岁把你搞死算了 是不是 早点死 早死 早脱生 就这么一个情况 说起来非常的简单 咱一定要记住 中国搞了几千年 就这么一个尝试 一直没有 一直没有 没有啊 如果你的心中 你连我说的这些话 你理解不了 你就等着享受习主席的铁拳吧 第二个讲的就是一个八卦 他们说北京开两会的时候 习主席在一次 这个小组的讨论会上 突然哭起来了 哭的是内话待遇 哭的是伤感 是不是 现场的姑娘们 真是把自己的文凶解下来了 给他擦眼泪 也没擦干净 为什么哭呢 他突然说这个国家 这么重要 这么大一个国家 我感觉自己的责任很重 担子很重 我一想到有一天我要死 这个国家谁来管呢 是不是 这个国家没有我的领导 他怎么办呢 能不能找一个办法 让我永远不死 那这不是所有独裁者的先生吗 有人以为我在开玩笑 八卦是段子吗 但是但是我告诉你 你到了习近平那个位置 你真就这么想 否则你怎么解释 过去的皇上一天到晚 要采仙丹呢 是不是要你 要修炼的长生不老要呢 他这个时候没有人可以打败他 只有一件事物可以打败他 就是死亡 他如果能够战胜死亡的话 习近平真的就是上帝了 我看到这些消息 我真的是一声叹息 说现场的人都被吓傻了 习近平哭起来了 所以呢 才有这个李鸿忠说这一档话 说希望习近平永远带领我们 乘风破浪扬帆远和勇往直前 那接下来肯定是由这个李鸿忠要亲自领导 亲自辟示 只是要喊出一句响亮的口号 习主席万岁 我告诉你 毛主席万岁之后习主席万岁 这个东西 你不要以为中国老百姓他不信 他真信 当你看见有人把习近平称为菩萨的时候 当你看见有人把习近平称为上帝的时候 习主席万岁就是一个所有人都愿意接受 而且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中国的愚昧 中国的败怀 中国的邪恶 中国的灾难的最大的原因之所在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的小时候 我们第一次听说很小啊 真是穿开装裤呢 听见毛主席死了 真的 就不可思议觉得毛主席死了 怎么办呢 这个世界完蛋了 是不是 后来到了这个邓小平死的时候 都已经97年了 我们都是正儿八经的知识分子了 但是一想到邓小平死了 中国怎么办呢 谁来带领我们改革开放啊 真的就这么想的 后来慢慢慢慢自己脑了才明白 其实这个世界上离开了谁 他都转 地球照样转 月亮照样转 是不是 但是这些个独裁者 他不这么想啊 习近平嚎啕大哭啊 想着自己有一天要死啊 所以等着吧 估计啊 北京的兄弟们告诉我的 最多半年 中国的这个大街小巷 就会开始出现新的口号 习主席万岁 万岁 万岁 谢谢